你这是怎么了 你是谁啊 你真的想不起来了吗 才过去几天啊 我那天穿的 可能没有这么正式啊 你看 终于想起来了吗 这下知道我是谁了 下一个问题是不是想问 我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找你 对吧 你说你在找我 是想让我觉得 你为了见到我 费尽了心思 你让我看照片 是为了炫耀你的粉丝量 你所做的 都是让我对你有好印象 别追求我 魏坦小姐还真是爽快 那么 今天我们要不要出去 吃点东西 我想带你去的那家餐厅 我不喜欢你 也不想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 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因为这里不允许 闲杂人等进入 闲杂人等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或许算吧 但身为给你们部门 捐款的家族的寄成人 我想应该会有一些特循吧 在我看来 这里的每张办公桌 资料里的每一个字 我都具备所有权的对吧 还没聊完呢 你急着去哪儿 我有工作要做 什么工作 我都没看到办公室里有人啊 他们都去案发现场了吧 现场证据都还没传回来 你要怎么开始工作呢 不对吗 我对警方办案的流程 可是非常熟悉的 看吧 我对警方办案的流程 可是非常熟悉的 你恐怕是很久没来这儿了吧 所以不知道这个年代警方是怎么工作的 这不是银海公司吗 这不是银海公司吗 出什么事了 原来你想看监控里的录像啊 还打电话 这都什么年代了 等你拿到录像 犯人早就逃之夭夭了 喂 你可以给我安静两分钟吗 我想提醒你 工厂经营规模很小 做什么都得先向善财叔叔申请 不过 你不想听也没有关系 真的好可惜 等一下 你 认识那家工厂的老板是吗 认识啊 他是我的供应商之一 可是 你应该不想知道吧 毕竟这是闲杂人等的事 我还是先回去吧 哎 阿达 回到办公室之后 我要在第一时间拿到监控画面 是 麻烦你再着重调查一下玛丽女士 最好 可以知道她平时的行为习惯和活动轨迹 尤其是她最近一个月的动向 要作为重点调查部分 好的 辛苦 我回来啦 总算回来了 安宁 是 安宁 小明 去查一查彩票的事情 什么 玛丽女士平时跟邻居很少有往来 不过说起彩票这件事 那附近的人应该都清楚 你不是说 玛丽女士跟那些买彩票的人关系很熟吗 调查起来应该不能 据她所说 如果她真的中了彩票 那中的也是地下彩票 不是政府合法的彩票 但是再仔细想想 如果她真的中了两百万的话 为什么家里摆的家具 还是那么的陈旧 也没有添置任何新的东西 或是任何能够提升 她生活水平的东西 不是我看不起她 只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如果有了这么多钱 不是买新房子就是买车 最少也要买点黄金吧 所以说 队长现在怀疑中奖的事情 是她在撒谎吗 如果她在撒谎 就能联想到 为什么连女儿的事 也要撒谎了 对 喂 薇坦你怎么还没回家啊 我 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别这么凶嘛 我来这是为了感谢薇坦小姐 对我家人的救命之恩 顺便来探望一下 殷特德叔叔 这里的局长大人 阿达 是 你帮忙给殷特德局长打个电话 说有人来拜访 是的 记得转告她是勇达财家族的小贤 局长一定记得 小贤先生 你还是先回去吧 我还不能走啊 薇坦小姐 我事情还没办完 还要见见叔叔 局长说她刚忙完 再回来的路上 你还没办完吗 完美 先生你请自便 至于你 收东西 回家 收到 就回去了 进来 监控录像的视频 挺快的嘛 来回还不到五分钟 这是薇坦帮忙拿到的 他知道现场证据被破坏 就立刻去寻找新的线索了 说是得益于那位贵公子的人际关系 才能这么快拿到线索 这被他扭了 恨我 我等你 他叫他 你要拿着 要 Simone 每个人都背了 不过 你算了 你也不三说 那我算了 有点了 一算了 你算了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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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坦 忘带东西了吗 我正好要关门回家了 队长 回家了吗 我也不知道 本来正在看监控录像 突然就跑出去了 也没有说去哪儿 你有什么事情要跟他说吗 就是 如果找到一个 可以为案件作证的人 我们需要征求队长的批准吗 还是可以直接去找那位证人 因为 我在监控录像里 发现一名身穿米色衣服的女子 案发当时 她应该就在现场 其实所有的事情 都应该先得向队长报告 并获得他的批准 但是看队长这么着急地出门 应该也没有办法 很快联系上他 要是你觉得这个人 可以作为证人的话 我可以帮你查一下他是谁 队长那边呢 你俩总能想到一块儿去 这次队长应该跟你想得差不多吧 我今天恰巧做了一个冰尘软件 可以帮助我们查找监控录像内出现的人 我帮你跟进看看他是谁 你要很久吗 两个小时 好 那我把东西拿回家做吧 待会儿我会帮你关门的 别乱来啊 帮你把这个人都打电话 我帮你听着哇 我常常帮你应该 如果有点儿子 我帮你徒爱了 那我去看 我不是有点儿子 我